很多粉丝留言自己总是蒸不好高粱面花卷 今天把整个过程一步一步教给您 看看这蒸好的花卷蓬松轩层层分明 喜欢赶紧收藏起来吧 一圈三连求过关注 按照300克高粱面为比例 放一对速发酵母3克 这是一款低汤性酵母 省时发面快 揉面更轻松 和面粉充分地拌匀 加入170克温水 搅拌均匀调成面絮 再和成一个光滑 软硬适中的面团 盖上盖子防止面皮风干 放一旁备用 再用300克普通面粉 也就是我们家里常备的好面 放入一粒速发酵母 同样的用180克温水调成面絮 揉成软硬适中光滑的面团 不用醒发 先将这一块白面放到面垫上 揉匀揉光 用擀面杖把它擀大擀薄 最后擀成一个长方形的面皮 擀好的面皮上面 薄薄的抹入一层清水 同样的把高凉面也擀成大小 均匀的面皮 放到白面片的上面 然后像视频中这样把它卷起来 尽量卷紧一点 最后再整理一下 揉匀 切成大小均匀相等的面剂子 全部切好盖上保鲜膜 防止面皮风干 一次醒发原来的1.5倍大 大概醒发了15分钟左右 大家看一下 这个体格明显的变大 并且拿在手里轻轻的 像这样就说明醒发好了 凉水均匀的摆到蒸锅里面 每一个中间都留够足够的醒发空间 盖上盖子开火蒸 上汽即时蒸20分钟 时间到了不用焖 直接打开盖子 我这里蒸了两层 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不会说也没有塌陷 蓬松轩软 颜色好看 像这样一锅 春天然的无色素花卷就做好了 里面层次分明 空口不吃菜都能吃三个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尝尝吧 感觉我做的不错的家人 请点赞收藏转发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留言